第十三题 永兴组装铜银电池如幼土 放电时电子流的方向为顺时钟 请问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知道这是铜银电池两个金属所构成的电池 是一种辅打电池 所以选项A是对的 我们晓得老师教辅打电池活性大的金属为负极 活性小的金属为正极 而现在铜的活性大于银 所以铜是负极 银是正极 就算我们不记得老师这样教过 你看到图上面所画的电子流的方向 铜是负电电子流出 银是负电电子流入 所以你就会知道 我们的铜这边应该是所谓的负极 银这边应该是所谓的正极 那么我们的岩桥中的离子 负电负离子会流效负极 正离子会流到正极 所以我们的硝酸根流向甲 而钾离子流向乙 这个也是对的 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 我们的铜电子丢出去 所以我们的反应是铜变成铜离子 它失去电子 这个叫做氧化反应 而我们的银是银离子得到电子 会变成所谓的银 所以它得到电子 所以它是一个还原反应 所以选项C呢也是对的 那我们看到呢 甲这里呢是铜变成铜离子 所以铜离子会逐渐的增加 而我们的以这边呢 是银离子变成银 所以银离子会逐渐的减少 所以选项珠呢是错的 所以第13题问我们说 请问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珠 此时荣誉中的甲杯中 铜离子渐减少 以杯中银离子渐增加